在第四单元中,我们一起学习了花钟、蜜蜂、小虾三篇课文。 通过学习,我们一起感受到了自然界的奇妙,特别是蜜蜂一课。 昆虫学家法布尔为了验证蜜蜂具有辨别方向的能力,而做了一项很有意思的实验。 相信一定给你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 许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是从一项小实验开始的。 那么,请大家想一想,回忆回忆,在你们的日常生活中,或者是科学课上,你们都做过什么小实验呢? 赶快给你们的家人说一说,介绍一下吧。 同学们,虽然隔着屏幕,但是老师已经感受到了你们的热情。 刚才啊,我听到有同学兴奋地说,他做过油水分离的实验,有的说他做过摩擦起电的实验,有的说他做过笋子掉冰块的实验,还有的说他做过纸花开放的实验,用壁消失的实验。 同学们,这些实验多有意思啊! 今天,今天我们这节习做客就来把自己曾经做过的一项小实验写下来。 诶,我又听到有同学小声地说了,老师,我没做过小实验,不知道该写些什么。 别着急,没关系,今天这节课呀,老师就带着你们先来做一个小实验。 由于疫情的原因,我们不方便出门,那么我们就在家中,就地取材,做一个简单易行的实验。 同学们,你们瞧,这就是老师准备的实验材料。 都有些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一根我们常用的筷子,一个鸡蛋,一个玻璃杯,还有一些盐和一瓶清水。 同学们,你们瞧,这些实验材料在我们的家中都很容易找到。 如果你没有实验的经历,那么等会儿老师做完后,你可以按下暂停键。 在爸爸妈妈的指导下,也来做一做这个实验。 好的,同学们,我们的实验马上就要开始了。 能说说你现在的心情吗? 是不是有一点开心,又有一点激动呢? 好,实验开始了。 请你一定要仔细观察哟。 首先,我们把水倒入玻璃杯中。 注意,不要太满,大半杯水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鸡蛋轻轻轻地放入水中。 同学们,你们瞧,鸡蛋沉下去了。 第三步,我们咬一些盐放入水中。 我已经看到有不少同学,伸长了脖子,睁大了眼睛,仔细观察的样子。 真好,做实验的时候,我们就要这样认真仔细地观察。 好,最后,我们用筷子轻轻轻轻轻地搅拌。 让食盐尽量溶解。 同学们,你们此时的心情,是不是和我一样? 有一些紧张,又有一些小兴奋呢。 好,我们让食盐尽量溶解。 看看后面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中 chooses没有搅 Whoa дуже可抖。 它们是用 gold样的 fuse downstream set出来。 可以下轮轻轻轻轻轻轻轻右手。 1 2 2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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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你们瞧,鸡蛋浮起来了,是不是很神奇? 相信你们此时一定和我一样,特别高兴吧! 同学们,小实验做完了,赶紧平复一下我们的心情,回到课桌前做好。 同学们,现在你们都有了小实验的经历,知道习坐可以写什么了吧? 电话来了,我们来听听看。 雷老师,您好,我是明明,我做过一些小实验,但实验的过程中有很多的步骤,做完以后就忘记了其中的一些步骤。 小实验,现在一拿起笔来,脑子里就一团浆糊。 哦,明明,别着急,老师有办法帮助你。 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也遇到了像明明这样的问题呢? 别着急,老师这里有一张表,我们可以在写习坐之前,借助这张图表,来帮助我们回忆,整理小实验的主要信息。 你们瞧,这张表,实际上也就是一张实验记录单。 它有四个板块,实验名称,实验准备,实验过程,实验结果。 其中实验过程又细分为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注意,这里还有一个省略号,知道表示什么意思吗? 对了,聪明的你一定能够说出来。 这表示,根据实验的复杂程度。 接下来还可以依次写出第四步,第五步等等。 好的,同学们,下面就请你们拿出笔,翻开语文书五十六面。 借助这张图表,回忆一下自己做过的一项小实验。 在填写的时候,如果遇到了困难,你也可以向你身边的家人问一问,请教请教他们。 同学们,开始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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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就以刚才我们做过的小实验为例来交流一下 实验名称 鸡蛋浮起来 实验准备 玻璃杯 鸡蛋 筷子 盐 水 实验过程 第一步 在杯中倒入大半杯水 第二步 将鸡蛋轻轻放入水中 第三步 咬出一大勺盐放入水中 第四步 用筷子轻轻搅动 让盐尽量溶解 实验结果 鸡蛋浮起来了 同学们 你们瞧 借助图表 我们一步步回忆梳理了整个实验的主要信息 特别是实验的过程 按照这样的顺序填写完 步骤清清楚楚 一目了然 我想有了他 在写习作的时候 你们就不会怕忘记了其中的步骤了吧 同学们 记得在学习蜜蜂一课的时候 老师曾让你们用 先接着 然后最后这样的句式 来说一说法布尔实验的过程 那么现在 老师让你们借助刚才你们填的图表 也用这样的句式来说一说自己实验的过程 你能说出来吗 自己试一试吧 同学们 说得非常认真 老师要给你们竖一个大拇指 有一位叫晶晶的同学 他也做了一项小实验 让我们来听听看 他是怎么说的 实验开始了 我先把水倒进杯子里 接着拿出一个鸡蛋 小心地放入水中 然后咬出一大勺盐放入水里 最后用筷子不停地搅拌 鸡蛋就浮起来了 哦 晶晶同学 做的也是鸡蛋浮起来的实验 刚才啊 他说的声音响亮 语言表达得很流畅 运用了表示先后顺序的词语 把自己的实验步骤说得很清楚 老师啊 也要给他一个大大的赞 不过你们看 如果我们就这样把实验的过程写入到今天 我们的习作中 是不是又有些简单了 读起来也不是那么的吸引人 有什么好办法吗 诶 对了 法布尔他又是如何记录自己的实验过程的呢 让我们回到课文中去看一看 看看法布尔有什么写作小妙招 同学们 你们先自己来读读这段话吧 好 让我们一起来读读这几句话 二十只左右 被闷了好久的蜜蜂 向四面飞散 好像在寻找回家的方向 这时候 刮起了狂风 蜜蜂飞得很低 几乎要触到地面 大概这样可以减少阻力 我想 它们飞得这么低 怎么能看到遥远的家呢 同学们 读完后 你们发现了吗 二十只左右 被闷了好久的蜜蜂 向四面飞散 这是法布尔在实验的过程中 对 看到的 也就是它观察到的 像这样的观察 还有 这时候 刮起了狂风 蜜蜂飞得很低 几乎要触到地面 这是法布尔在实验的过程中 看到的 观察到的现象 让我们再来看看 这里 好像在寻找回家的方向 大概这样可以减少阻力 我想 它们飞得这么低 怎么能看到遥远的家呢 这是法布尔在实验的过程中 对了 有同学已经说出来了 实验的过程中 想到的 也就是它的思考 同学们 你们看 法布尔 把它在实验的过程中 观察到的 以及 由观察 而引发的思考 清楚地记录了下来 这样 不仅使实验的过程 更清楚 更生动 真实 而且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 法布尔 正在为这些蜜蜂们 担忧呢 难怪 法布尔 记录的实验过程 给我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同学们 法布尔 教给我们的 写作小妙招 你们 学会了吗 通过学习 金金同学 把自己的习作 进行了修改 实验开始了 我先往杯子里 慢慢地倒入 大半杯水 接着拿出一个鸡蛋 小心翼翼地 放入水中 只听扑通一声 鸡蛋就沉到了水底 一动不动 像个熟睡的小宝宝 然后 我从罐子里 咬出一大勺盐 放入水里 盐就像雪花一样 飘落下去 最后 我用筷子 轻轻地搅拌 尽量让食盐溶解 我一边搅拌 一边想 鸡蛋能浮起来吗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鸡蛋 紧张极了 这时鸡蛋好像变轻了 慢慢地从水里浮了起来 就像个调皮的孩子 从水里探出了脑袋 鸡蛋浮起来了 我高兴地手舞足蹈 同学们 你们瞧 这样一改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不仅实验的步骤 清楚有条理 而且呀 我们还知道了 它实验的过程中 观察到了什么 你们看这一句 只听 扑通一声 鸡蛋就沉到了水底 一动不动 像个熟睡的小宝宝 这是写到了 鸡蛋刚放进去时 它观察到的样子 像这样的句子 你还能找到吗 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找到 我们再来看看这一句 这时鸡蛋好像变轻了 慢慢地从水里浮了起来 就像个调皮的孩子 从水里探出了脑袋 这是写 加入了食盐 搅拌以后 鸡蛋发生的变化 油开始沉下去 到后来浮上来 多么有意思的现象 多么有趣的发现呀 这都是他细心观察的结果 金金同学把自己观察到的有趣的发现写了下来 老师要给他的席座加一颗星 同学们 你们再来看看这两句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鸡蛋 紧张极了 我高兴地手舞足蹈 紧张极了 高兴 这两个词是描写什么的呢 对了 有同学说出来了 他们是描写心情的词语 实验 实验时 紧张极了 实验以后 高兴地手舞足蹈 这样真实的感受 是不是也能引起你们的共鸣呢 老师还要给他加一颗星 那么除了写到实验中有趣的发现 自己的心情以外 他还写了什么呢 让我们来读读这一句 我们一起来读 我一边搅拌 一边想 鸡蛋能浮起来吗 这里写出他实验时的 对了 心里想到的 也就是他的思考 哎呀 太棒了 老师还要给他的习作 加一颗星 同学们 我们在写实验经过的时候 除了把实验的步骤写清楚以外 我们还可以适当地加上 自己实验中有趣的发现 自己实验过程中的心情 以及思考 这样不仅可以使我们的实验内容更丰富 而且也能让实验的过程更清楚 下面让我们再来对比一下 他写的实验过程吧 左边是修改前的 右边是修改后的 请大家对比一下 你发现 他们在语言表达上 有什么不一样吗 相信你们一定看出来了吧 慢慢的 小心翼翼 一动不动 轻轻的 目不转睛 手舞足蹈 这些形象 生动 准确的词语 以及 像这样 修辞手法的运用 是不是让整个的实验过程 显得生动 有趣 给你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呢 最后 让我们再来看看 这篇完整的习作的其他部分 又是怎么写的吧 题目 鸡蛋浮起来了 第一自然断 今天老师做了一个鸡蛋浮起来的小实验 我觉得很有意思 决定也来试一试 我准备了一个杯子 一个鸡蛋 一根筷子 还有一些盐和水 这里直接告诉了我们 他为什么做小实验 以及实验前的一些 对了 准备 第二自然断 写到的是实验的过程 第三自然断写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来读一读 鸡蛋为什么会浮起来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妈妈告诉我 这是因为鸡蛋在盐水中受到的浮力 比在清水中受到的浮力大 所以鸡蛋就浮起来了 哦 这样一读 相信大家知道了 原来呀 他还探究了鸡蛋为什么会浮起来的原因 最后一段 我们也来读一读吧 这个小实验太有趣了 不仅让我收获了快乐 还让我增长了知识 这又是写的什么呢 已经有同学说出来了 对 写到他实验后的感受 同学们 你们看明白了吗 接下来就请你们拿出笔和你们的作文本 运用今天我们学到的知识和方法 回忆一下你们曾经做过的一项小实验 把它写下来 写的时候可以用上先接着 然后最后 把做小实验的经过写清楚 还可以写一些自己做实验时的心情 实验中有趣的发现等 写完后读给家长听 让他们帮你评一评 实验是否写清楚了 有没有用的不合适的词语 同学们 你们听明白了吗 最后啊 老师还想提醒你们一下 如果你们没有做小实验 一定要记得亲自去做一做哟 因为只有亲身经历 你才能写得真实清楚 好了 同学们 今天我们这阶习做客就上到这 同学们